《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更不分 大家好, 我是小榮 大家好, 我是鍾醫生 鍾醫生, 我知道前幾期 我們健康100分請了兩位專家上來 教大家做一個腰頸按摩 聽說很受歡迎, 是嗎? 因為腰頸按摩的確可以緩解 我們在生活中有很多由於長期坐 以及站著的疼痛 對, 現代都市人 肯定有幾個地方會痛 於是我們今天趁熱打鐵 繼續請來這一隊的黃金組合 不過這次是厲害了 不單是腰頸, 從頭到腳 教你如何按摩一下 不過我們專家還未出場之前 首先請了三位好朋友來到我們現場 三位好朋友分別是 月鏡明明、盧秋萍 活躍廣州屏幕著名主持人黃芳 以及跟黃力王有得揮英俊的主持 曾兆玉 首先, 例牌也要考考三位 既然是全身按摩 我們先從臉開始說吧 我不知道你們身邊有沒有人 是有臉癱這個症狀的呢? 我們戲行, 鄭遠文 可能年紀大一點也知道 他演出完, 突然回到去 然後他就變臉癱了 到現在這邊的嘴巴也有點歪 我想起有一次也很危險 別人告訴我, 很可能會 我當時在柬埔寨出外景 對, 坐著那些小帆船 但風很厲害 即是吹了風 吹了風 他一定要打開頂部 像闖篷車一樣 吹到面癱 別人告訴我 因為我閉著眼睛很累 沒有睡 他說不要睡 如果你這樣吹, 臉會歪 就是會面癱 我這麼害怕嗎 我猶豫吧 我猶豫吧 年輕人聽過這個症狀嗎 不是聽過, 簡直是… 你試過嗎 不是, 旁邊部門的同事 你本身有這樣的症狀嗎 原來都是我們台的同事 都是DJ 他也是晚刻吹空條 剛好打韓吹正的頭 多大年紀 應該三十多… 差不多四十多年 三十多年紀無關 不是老人家才有 不是… 是… 是各種年齡 不過幸好是因為… 其實不是太嚴重 我記憶是他大約治療了 大約三、四個月, 現在還可以 現在還挺英俊 現在還挺英俊 是, 究竟面癱是否真的 跟吹風有關 又如何預防和治療呢 馬上請出我們今天的專家 立刻請出 中山大學 孫逸仙紀念醫院 康復科主任 主任醫師 博士生導師 馬超教授 面癱呢 就是面神經發炎 一般來說呢 剛才主持人說 吹風、吹空條 肯定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有時候呢 人體在免疫力低下的情況下 也會出現面癱的表現 另外一個呢 有些老年人 長時間去旅遊 身體比較疲勞 像這種情況呢 也會發生面癱的情況 我們都很怕面癱 不知道面癱之前 有些什麼先兆 會不會有些什麼 預警的情況呢 那麼面癱之前呢 最常見的一個症狀呢 就是耳後的疼痛 然後呢 這個要出現 癱瘓的這一次呢 會出現有一些異常的感覺 比如說麻木感啊 比如說 俄紋是消失的 眼睛我們皺眉的時候呢 這個俄紋是消失的 抬頭紋 抬頭紋 抬頭紋消失 抬頭紋消失 這還挺紅的 突然間沒有錯分 另外一個呢就是眼睛 一側眼睛閉合不全 閉合不全 閉合不全 眼睛閉不上 眼睛閉不上 還有呢就是口角歪斜 口角歪斜 流口水 然後吃東西的時候呢 他這個有刷牙的時候呢 就覺得這邊有一些東西殘留這些 主要是這些表現 看來吧 忠醫生 麵攤真的不說得少 也挺害怕的 因為一出現呢 會令人… 首先很尷尬 是吧 第二個呢 對身體的確是不好的 沒錯了 因為他有一個叫 毀容病之稱 究竟怎樣去預防麵攤呢 今天我們馬教授 也帶了一套保健操 來到我們現場 教大家怎樣去預防麵攤 以及怎樣去增強我們的口順功能 馬上有請 馬教授和我們示範一下 麵攤的自我鍛鍊 有四個主要的動作 第一個呢 就是抬眉 就是眼睛往上看 對 主要是鍛鍊這個額肌的功能的 那就是眉毛抬上去之後 那要hold住多久 一般呢 5到8秒鐘 5到8秒 然後就放鬆 再放鬆 然後再做第二次 一般每次呢 做10到20次 還有另外一個動作呢 就是用力的閉眼 用力的閉眼 面攤以後呢 眼睛閉合不全 我們用力的閉眼呢 是鍛鍊這個眼輪扎機 眼輪扎機 這是鍛鍊這塊肌肉 第三個動作呢 是噬齒 就是用力的呲牙 露出牙齿 對 這個動作呢 是鍛鍊 口輪扎機 因為面攤的時候 口輪扎機呢 也會沒力 第四個動作呢 就是骨塞 吹氣 骨塞 吹氣 一般面攤的病人呢 癱瘓那一側呢 會露氣 但是經常練了以後呢 這個 兩邊的夾肌的力量呢 會增強 來有利於面攤的恢復 這有四個主要的動作 這是自我鍛鍊的 這四個動作就要重複做 對 重複做 一般呢 每個動作呢 做十到二十次左右 每天呢 做兩次 鍾醫生啊 我們三位好朋友呢 平時都古靈精怪 我想這個面部體操 對他們來說沒有難度 沒有難度 但最後找個沒人的地方做 否則容易騷擾別人 嚇壞人 好, 接著我們來 出場的這位嘉賓 他教我們 除了剛剛自己怎樣做 主動的之愛 對, 還可以被動 怎樣幫你按摩 預防面攤和增強口醇功能 請出本期節目的第二位嘉賓 中山大學孫日仙紀念醫院 擅長、頸、肩、腰、腿痛等 常見疾病手法治療的 麥明荃副主任 現在在這裡我教大家 一套自我按摩頭臉部的掃法 這套掃法有八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洗臉 洗臉就是用自己的雙手 由臉部的下面向上 由下至上 由內向外 這樣洗臉一至兩分鐘 洗局部有一種發熱的感覺 有三個 第二個動作就是摸額 摸額的時候 這個大拇指固定在太陽穴上 然後四指並攏在額頭中間 由內向外 這樣去曲伸四指 第三個動作是輪刮眼間 輪刮眼間 又是用大拇指固定在太陽穴上 四指眉曲 用食指 由內向外的活動 輪刮眼間 像平時大拇指做眼保健操 就是上下眼間去輪刮 這個跟眼保操同嗎 眼保操是上一下下一下 差不多 可以一樣 都一樣嗎 都可以一樣 就是按摩上下眼間 這個動作很棒 特別有些女的 你想各部的皺紋 少一點的 你可以多做這個動作 一箭雙雕 這個 第四個動作就是推膝 就是用手掌 向面部的外上方 去推膝部 向上推膝 這個也好 這個可以小一點點 對 對 對 真面部的皺紋向下 你上的皺紋沒有太多 我覺得全部都可以美容 對 這些是可以美容的 我們現在這麼老 又一直掃上去 一直掃上去,沒錯 不要掃上去 千萬不要掃上去 千萬不要掃上去 做相反的動作 問題是這樣,我可以教授 如果有些人覺得可以瘦臉 不斷瘦… 看完整部劇集就不斷瘦 對 瘦得久可以嗎 不要 量是怎樣 每次這個動作是做幾分鐘 每次做一至兩分鐘 每天做幾次 一天做兩次 兩次 即是每個動作都是一至兩分鐘 對,每個動作都是做一至兩分鐘 大五個動作就是按壓月位 第一個動作是太陽月 太陽月在眉梢喉一寸 這個凹位的位置 按壓的時候 一下一下用力向裡面壓 按壓到月位局部 可以有酸脹的感覺 三個 按壓十次 第二個月位是精明月 精明月在木雷癡旁 0.1吋 用兩個手指 一個拇指和食指 按壓精明月 也是眼保健粗友的 對,也是眼保健粗友的 大三個月位是迎香月 迎香月就是在鼻翼旁邊 旁開0.5吋 這個就是迎香月 會否是自己大概兩隻手指 對,一隻… 一隻… 因為我們藍的 一隻手指就足夠了 一隻手指 對,一隻手指就足夠了 一隻手指就足夠了 一隻手指就足夠了 按壓的時候 特別有時候鼻翼 鼻翼,鼻塞 按壓這個月位 立刻可以通氣 大四個動作就是衣蜂月 衣蜂月 衣蜂月就是在耳垂下緣的凹位 耳垂下緣的凹位 就是衣蜂月 大五個月位就是合谷月 合谷 合谷就是苦口 好,大家兩手苦口相差 用拇指按下去的點就是合谷月 這個可以跟臉有關的嗎 是,這個頭、臉部 這個跟中醫的角度裡面 合谷就是負責頭、臉部的經絡 的月位 按壓月位的時候 每個月位按壓十次 每個月位按壓的力度 然後以各部七弦宣漲的感覺為止 朱醫生,剛剛麥教授教我們 怎樣做臉部的保健操 馬教授也說了 既然我們今天的話題是全身的按摩 按完臉,上次說了肩頸 這次怎麼也輪到手 應該說手是我們經常用的東西 對,其實手這件事我也很想問 抱仔手,我想知道怎樣解決 我還說抱仔手之前 我不知道三位平時會否有手痛症狀 當然有 一定有 對,這個都會有 我剛剛… 其實我都會抽筋 黃芳是演出太多,握手手 整天握這邊 對,這邊的膊子又緊張 麥克風也很重 握這麼久 對,湘萊姐呢 我更自然 我們那個年代很艱苦 要擔擔擔擔擔擔 一個,第二個 照顧弟弟上學 就去托兒所 這裡夾著他 這裡給他拿著書包 有時候推著單車,是嗎 對,直接推著單車 不說甚麼手 全身力都已經附在那裡 所以… 露損… 露損也很厲害 已經是硬的 壞了 要想起機友才行 小玉呢 小玉,我看你這麼運動 應該平時會否… 有打網球嗎 對,打網球 也會有 而且有時候手掌這個位置 就會有點痛 運動也有 其實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都會有 網球爪 對,打網球 但媽媽長期都要去看 去做按摩、理療 我們經常說網球爪 這個名詞就是以前的運動員 他們打球時落下的舊環 但其實現在不單是運動員 很多家庭主婦 平時工作多了 或是黃芳姐 也會有 即是不打網球也有 對,姿勢維持太久 維持太久 可能這裡也會有問題 對,究竟馬主任 有甚麼方法可以對付網球爪 以及甚麼人群最容易得到這個症狀 下一節回來 馬超主任教大家 緩解網球爪疼痛的方法 以及教大家一套 實用有異學的瓦鈴醫療體操 以及彈力打醫療體操 而且聽說這個醫療體操 在國外非常流行 大家想學習的話 就千萬別走開了 科學 讓我們在微小的地方 看到偉大的力量 紐崔萊以高端科技 找到植物營養素 給身體自然的免疫力 紐崔萊80年品質承諾 一曬 皮膚出汗出油 我要清爽面對 歐萊瓦男士冰窟水憤怒 清爽水路質地 創新皮膚濫感系統 冰爽降溫 清涼 保濕 冰窟水憤怒 來自歐萊瓦男士 立刻搜索 歐萊瓦冰火 作為營養師和媽媽 我總是知道 比BB更好的 我推薦 雀巢超級能因衣 適度水解蛋白 降低牛奶蛋白自民性 比BB更多一層保護 雀巢超級能因衣 美來真美時分 亞洲專業注射醫師團隊 注射除皺 肌膚緊緻年輕 無創塑形 重塑完美五官 美來大無創 美麗遇見未來 美來陰雪美容 風濕骨病 筋骨疼痛 腎虛腰酸 皮胃虛寒 紅毛藥酒 每日兩口 藥酒治病 選紅毛 紅毛藥酒 白蓮紅毛 中華老字號 張明 他未來 孩子因健康問題錯過上課 可能是十大細菌導致的 全新舒服家 升級十全保護 洗去百分之九十九十大細菌 孩子健康 成績出眾 全新舒服家 無具挑戰 中行舒適 水潤 偷氧 抗UV 擁有三維佩護的 強身安士優勾舒適 隱形眼鏡 換身登場 一般來說呢 網球肘也是一種慢性 老損性的疾病 剛才各位嘉賓都說了 首先呢 最容易發生的人群呢 是家庭婦女 家庭主婦 因為他們經常在家裡做家務 經常用手和用肘 這樣的話呢 容易引起網球肘 還有一個呢 就是我們羽毛球網球的愛好者 經常打羽毛球網球的時候呢 也要用肘 這樣的話呢 也會引起這個網球肘 還有呢 就是做一些手工的 木工的 這類工種的人呢 也容易引起網球肘 如果真的有網球肘這個症狀 可能很多人都說 我貼些膏藥 或者噴些東西就算了 如果是不理它 哇 一直發展下去 最嚴重 會有什麼效果呢 如果網球肘嚴重的話呢 可以引起這個 這個 前臂和手指的疼痛 嚴重的疼痛 沒有力 拿東西沒有力 有時候呢 會出現這個 手指的麻木和疼痛 一直往前放射 哇 就是整個手麻木都可以 我聽說 有些人是連拿筷子都沒有力 手震 手震 是不是會發展成這樣 嚴重的時候是可以 引起這方面的情況 網球肘不注意康復的話 會引起手指 以及前臂麻木、武力等症狀 看來我們非常有必要 學習一些網球肘的康復知識 接下來又到了健康知識 考考你的環節 請問以下哪些方法 可以治療網球肘呢 A. 冰敷 B. 熱烈 C. 禁打羽毛球、網球 D. 加強碗身肌肉力量訓練 E. 食肆炎藥 F. 佩戴護肘 這幾個選項呢 都可以選的 D. A. 冰敷 即興期的時候 如果這個局部、軸部有疼痛 腫瘡比較明顯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冰敷的辦法來解決 當然這個是比較少見 一般網球肘呢 都是反覆的疼痛慢性的過程 所以熱療也是可以的 在疼痛的期間 禁止打羽毛球和網球 也是對的 D. 加強前臂肌肉的訓練 這個也是為了增強肌力 來預防網球肘也是可以的 吃消炎症痛藥 到疼痛非常明顯 活動受限 然後呢 拎東西出現嚴重疼痛的時候 在這種情況下 可以吃一些消炎症痛 即必要的時候才吃藥 F. 戴護肘 這個也是對肘關節有一個保護作用 來預防網球肘也是有用的 所以這幾個答案呢 應該說都是對的 所以三位嘉賓呢 都是回答正確的 都是精靈的吧 我知道今天馬教授既然上來節目了 不能夠放過去 他就說帶了一套醫療體操來給我們 教大家怎樣去預防 還有去治療這個網球肘 馬上有請馬教授跟我們示範一下 下面呢 我介紹四種網球肘的主動訓練的 第一種呢 就是我們可以拿一個啞鈴 或者是在家裡面拿礦泉水 重量呢一公斤左右 當然根據自己的情況 也可以稍微減輕一些 一斤半公斤也可以 那麼做一個前臂的一個伸肘 一個伸腕的動作 一個伸腕的動作 這是第一個動作 那麼這個動作呢 一般呢做十到二十次 為一組 為一組做三到四組 做三到四組 這一個動作 那第二個動作呢 就是一個驅腕的動作 我們可以伸前臂用力 做驅腕的動作 驅腕的動作 來練這個前臂的驅肌的力量 驅腕的動作 那麼第三種動作呢 是把這個前臂處於中立位 做一個測 做一個測曲的一個動作 就是腕部這樣 往上 第四個呢 我們可以借助彈力帶 做一個腕的一個弦厚的一個動作 這個就是彈力帶是嗎 對 那如果家裡是沒有這種帶 有什麼可以代替 有毛巾可以代替的 像皮筋那種有彈性的帶都可以 像巾都可以 是嗎 做一個前臂懸後的動作 把這個彈力帶抓在手上 然後呢 用力地由內往外這樣來做 來練一下這個懸後肌的激勵 對往九走的恢復是有幫助的 這個都是一組做幾個 一般十到二十次為一組 做三到四組就可以了 那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要注意些什麼呢 一般呢 動作要做得緩慢一些 在末端的時候呢 要保持幾秒鐘 三五秒鐘 然後再回到原位 然後再做第二次 動作要緩慢 就是不要急 對 也要避免用力過猛 用力過猛也會出現肌肉的損傷 就是慢慢地活動 除了馬教授推薦 主動訓練醫療體操之外 我們還可以用被動的方式按摩 來緩解網球爪的疼痛 再次請出麥明荃副主任 教大家一種自我按摩 網球爪的獨門方法 爪關節疼痛不用怕 現在在這裡我教一套 也是自我按摩爪關節的動作 這組動作有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就是 游按自己的爪關節 第二個動作就是 用拇指彈拔 這個游碗伸肌 就是做一個彈拔 彈拔是怎樣的? 就是左右 左右 垂直肌纖維的方向 做一個彈拔的動作 可能比較瘦 就是這條肌肉 就是這條肌肉 這條肌肉叫做游碗伸肌 游碗伸肌 游碗伸肌 就是這個碗伸 是用背伸的時候 用來的 而且很多時候 網球爪的時候 這條肌肉是痛的 所以我們用了 彈拔的動作 去奉鬆一下肌肉 第三個動作就是刮痛點 刮這個痛點 相對於說 找到痛點的時候 就是橫向和薯向去刮 刮了的時候 就要有一定的力度 就是找到痛點之後 就要用力去刮痛嗎 對,但這種動作不用太快 慢慢去做 而且用力量 你剛剛介紹過三個動作 反覆幾次 做三至五分鐘 這樣就可以 這個爪關節 或者網球爪的疼痛 就可以緩解到 鍾醫生,我們剛剛說了網球爪 接下來這個話題 我也很感興趣 就是… 抱手爪 不是掃錢手,是抱仔手 我們馬上通過一條短片來了解 司徒和遠君 有一個兩歲大的女兒 非常有趣 是媽媽的心肝定 平時疼得孫女凍 在家裡也經常抱出抱入 愛不惜手 婆婆,你不經常抱著她 這麼大的女兒 可以到地上走 經常抱著她,做什麼 我從小到大都透過她打 我不疼孫女 這裡是… 不,這裡… 經常抱她 對自己的手有抱嬰手 雙手很痛 像我以前經常抱她 就是這樣 我沒聽過什麼抱嬰手 很痛 不知是給你聽法 請問遠君說的抱嬰手 是否確有其事呢 其實我覺得是有的 其實具體是哪個位置痛 其實抱小弟哥 就是全都在這個位置 這一段 它是… 它的力量在這裡 對,在這個力量 因為如果小弟哥比較瘦 就無所謂了 現在也是 很重 九斤、十斤 真的很重 現在的營養B也是很重的 對,很重 而且一種心理支撐 她不覺得累 阿婆 初時不覺得累了 但一放完寶寶 就覺得很累很累 很重 我覺得不僅是抱嬰手 因為現在的潮人不流行背袋 一定要用手來這樣拿 或者這樣拿袋 有背帶也不拿袋 要這樣才叫潮 我覺得其實跟抱嬰一樣 因為你別小看 女的袋真的會有幾斤這麼重 很多東西 對 我們剛才說的抱仔手 黃芳說的拿袋手 幫幫手 我們平常常說什麼鼠標手 即是拿重的東西也有份 是的 是沒有手 其實是不是都是同一個部位 去受到損傷呢 這個是不一樣的 那麼抱嬰手呢 我們專業上說的叫 腦骨性凸、狹窄性、劍翹炎 就是肌腱、劍翹發炎 引起來的 那麼它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在抱小孩的時候 我們這個手過度的曲曲 這個胃 這個胃以後呢 這個肌腱就會反覆地這樣摩擦 負重摩擦以後呢 這個地方 這個 這個腦骨這個地方就會出現疼痛、腫脹 有於硬結這個情況 然後呢 嚴重的時候呢 可以往前臂 和這個拇指這個放射 有放射痛 可以出現這個拇指的麻木 或者是沒有力 這是一種叫抱嬰手 也叫做 腦骨凸凸、狹窄性肩翹炎 剛才主持人說的這個鼠標手呢 位置是在這裡 這個是在腕部 即位置是一樣的 位置不一樣的 這個腕部呢 我們拿鼠標的時候 今天要這樣拿鼠標 這樣反覆地這樣動來動去呢 是腕部呢 這個曲身活動過多 那麼引起的 頑管綜合症 那如果有個鼠標墊會不會好一點呢 就是手不要鬱得那麼厲害 那是會好一點的 會好一點的 只要鼠標墊 而且還要有個液膏出來 對啊 就是那個位置 墊起來會好一點 對 那會好一些 那麼長期使用鼠標的話呢 那麼這個正中神經 在這個頑管內受壓以後呢 會出現發炎 會出現炎症 炎症以後呢 它會引起這個拇指 這個拇指和中指的這個麻木疼痛和沒有力 抓東西抓臂沒有力 出現這種情況 這叫鼠標手 那我想問一問馬教授 如果你剛剛講的鼠標手啊抱仔手 因為我是這段時間抱的 我不抱 其實不抱之後 我又不治療 會不會自己好回來的呢 還是會有些什麼後遺症的呢 一般來說呢 如果避免勞損的情況下 就是你不去抱小孩 還不去減少使用鼠標的次數的話呢 一般來說 會自己慢慢減輕或者是自癒的 如果一直還是反復的腦損 就不容易自癒 隨時還有些後遺症 就像秋明姐所說的 打不起你的手 對,年紀大了之後可能… 扣扭、精細動作會震、穿針 對,或者是翻風、下雨 可能都會有點痛 所以一定要注意 其實剛才我們除了說抱仔手之外 其實老人家,我心裡有體會 就是他們都會… 三個嬰兒出來會很疼她 一天抱著她 想上樓樓,有時到處去逛 但是如果老人家年紀大了 可能會有些老年性關節炎 這個時候如果再去做粗重事 可能會很濕制 繼續看影片吧 師徒一家趁得閒 帶女兒去商場玩 兩歲大的女兒玩得累,有點行動 媽媽心疼孫女 於是主動要揹她回家 媳婦軟棍,又看不過眼 婆婆,你放下她吧 你這樣很累的 很容易塞關子疼痛,你知道嗎 對,睡得了 你怎麼這麼大? 不要,我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你經常抱她怎麼了? 我小時候太大了 你經常抱她 老公,你大一點 是嗎?我的朋友,她媽媽年紀大了 好像你這樣經常抱著她的孫子 所以她得了老年性關節炎 所以… 很疼… 還有,她就是因為… 姐姐,我和她… 得了老年性關節炎 換了假關節,要十幾萬 是嗎? 三… 請問老年性關節炎患者負重 會不會導致師徒所說的手術後果呢 老年性關節炎呢 一般到中老年以後呢 那麼關節發生嚴重的退行性變 出現關節的疼痛、腫脹、僵硬 關節活動受限 那她有什麼表現呢? 如果真的有老年性關節炎的話 可能很多老人家都不知道 自己有這個症狀 也有,也不… 是,也不清楚 會去注意保健 是,不會注意 究竟老年性關節炎 有哪些明顯症狀呢? 失關節,究竟在什麼情況下 需要手術治患呢? 對腿部行動行路有否影響呢? 下一節回來 馬教授除了分析哪些方法 可以治療老年性關節炎之外 還會教大家一種 緩解疼痛的醫療體操 想學的話,千萬不要走開 給你一分之一 一分中給你 歐雷男士毛孔劫面移 毛孔劫淨力 西瓜污垢油脂 释放你的磁場力 歐雷男士系列 喝对水才是健康的保证 我选择康师傅矿物质水 发到工序进化 让我喝得更安心 安心喝 向健康 我信赖康师傅矿物质水 美来大无创 美丽遇见未来 美来阴选美容 奉拾骨病 根骨疼痛 神虚腰酸 疲惟虚寒 红毛药酒 每日两淡 药酒治病 选红毛 红毛药酒 百年红毛 中华老字号 美好明天 从一晚干爽精致睡眠开始 新设计帮保试超薄干爽 特有蓝色输睡层 锁水更老 肝爽长达十小时 让明天更精彩 帮保试 明天拍封面 一日 一日 试下无敌新星级 佳结士圆白组合 麦卡美白粒子 变牙真是白了 只需一日 无敌新星级 佳结士圆白组合 美来真美时分 亚洲专业注射医师团队 注射除皱 肌肤紧致年轻 无创塑形 重塑完美五官 未来大五创 美丽欲见未来 未来音学美容 这么多油在身上啊 就这油 恭喜半天啊 试试太字 洗一夜 不行吧 娶我很慢 给我一分钟 这么点就过了吗 洗一夜也可以洗得这么干净 一分钟起下 太字节径就一步 我的透白完美 不怕你近到10厘米 OLE第四代美白科技 直击黑色素根源 淡发色斑 云亮阔色 挑战10厘米 光透白 体验透白奇迹 只有268 OLE 你现在收睇的是 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 2014广州综合频道 战略同盟 梁柴领导社,加多宝 他有什么表现呢 如果真的有老年性关节炎 可能很多老人家都不知道 自己有这个症状 也有 也不清楚 也不清楚 不会注意 最主要的表现就是 关节的疼痛 肿胀 上下楼梯的时候 关节疼痛加剧 不能够上下楼梯 然后有时候 关节会出现脂型 就是关节的形状 发生了变化 出现O型腿 有些老年人 走路 O型腿的表现 但很多老人家 现在不害怕 他说去到医院 他说有关节换 不行 换过一只 换过去 那又可以 可以换个袋 这么方便 一般关节直换 是治疗 中末期 股关节炎的 一个 比较常用的办法 但是也不是说 说换就换 因为一个是 费用问题 另外一个 换关节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 不良的反应 那么什么时候 要换呢 一般的 一般情况 就是患者出现 严重的 膝关节的疼痛 关节 肿胀 关节的僵硬 关节活动受限 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 第二个情况就是 因为关节的 这些情况呢 影响到 他的日常的生活活动了 比如说上下楼梯了 比如说走路就痛了 像这种情况 还有呢 就是通过正规的保守治疗 如果效果不好 或者是没有效果 这样的话呢 再考虑做关节的治患 千万不要小看老年性关节炎 严重的时候会影响正常生活 甚至要手术换菠萝盖 接下来又到了健康知识考考你了 请问以下哪些方法 可以治疗老年性关节炎呢 我觉得减肥是很重要的 当然你不要减少 减少到人 瘦骨鲜 瘦骨鲜 因为年纪大 你减少一下 负重不要那么大 减重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 好像我们这种 哎呀 你叫我用拐掌啊 我死都不肯制 其实拐掌真的很好 但是你不要依赖它 有时必要的 你是可以用一下 但是你不可以 就说用了它 永远都要拿着它 不用不行 什么都不要让它控制你 我就觉得这样 你不懂得多 对啊 你说少走一些路 你好像刚才我说的 走路慢慢慢慢 就是锻炼那个 腿部肌肉 其实都很主要的 我就不会吃药的了 你叫我爬楼梯 我就肯定不爬 因为上上落落 都会很相关键的 我就这样了 我觉得家经的医学水平很高 说的都是完全正确的 首先呢 挨减肥 如果是体重过重的话呢 重量加在关节上面 可以增加关节的负重 加速关节的磨损 所以老年人减肥是必要的 那么腿部肌肉的训练呢 是为了稳定吸关节 所以这个也是必要的 使用拐杖 如果老年人 因为关节的疼痛走路不稳 主个拐杖 也帮助一下增加稳定性 也是可以的 第一呢 是使用消炎阵痛药 虽然消炎阵痛药呢 可以对伤胃啊 对肝也有一些损害作用 但是呢 如果疼痛比较厉害呢 吃短时间内 吃一些消炎阵痛药呢 也是可以的 那么一呢 是少走路 其实呢 走路呢 也会伤关节 但是我们不能不活动 所以走路呢 是最好的一种 就是行走来说 是最好的一种运动 一般来说呢 老年人 走路呢 刚才嘉宁也说了 不要走的时间太长 一般呢 上午下午 或者是晚上 走两三次 每次呢 三十分钟左右 这样的话呢 既能达到锻炼作用 又减少对腰啊 对关节的损伤 那么说到行路呢 很多街坊呢 都喜欢上白红山行的 特别是老人家 其实这样走得多 好不好呢 爬山呢 和爬楼梯是一样的 爬山 上山 下山呢 都会损伤关节 常言说 上山容易 下山难 下山的时候 下楼梯的时候呢 对关节的损伤呢 是最为严重 所以呢 有关节痛的病人呢 不建议爬楼梯爬山 其实我们的 就是关节 那个零部件呢 寿命呢 就是有 就是有期限的 总不知就是 用得多的话 多多少少都会亏的 那么今天呢 既然马教授 来到我们现场 他继续会和我们 介绍一套 怎样去保健 我们的老年的 关节的医疗粗 有请马教授 那么下面呢 我介绍一下 膝关节的 周围肌肉训练的 有四个方法 那么这个四个方法呢 就是训练不同的肌肉 来加强这个肌肉的力量 保护我们膝关节的 稳定性 减少疼痛 那么首先呢 我们可以 让我们的治疗师 做一个示范 去座位 做这个古四头肌的训练 做这个古四头肌的训练 那么我们呢 可以用一个沙包 放在这个 这个怀关节 怀关节这个地方 然后呢 慢慢地做膝关节的 一个伸直的运动 伸直的运动 在伸直的末端呢 我们保持五秒钟到八秒钟 一般来说呢 我们十次为一组 一般做 根据自己的情况 做三组到五组 一般三十次到五十次 我们就训练这个肌群 这是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是练古速头肌的 那么还有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是要练大腿后面的肌肉的 大腿后面的肌肉 我们可以呢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可以呢 扶着这个 把凳子放在自己的前面 然后呢 我们扶着凳子 然后呢 做这个小腿的 曲曲的活动 曲曲的活动 也是缓慢地进行 在这个曲曲的末端 保持五秒钟到八秒钟 保持五秒钟到八秒钟 然后呢 十次为一组 一般呢 三到五组 还有呢 就是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我们是要练这个 小腿前面的这块肌肉 叫颈骨前肌 这块肌肉呢 对膝关节的稳定性呢 也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呢 我们可以坐在椅子上 我们把沙包 在家里面 可以放一个米袋 一般的一两公斤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然后呢 做一个 这个 怀关节的 背身的一个运动 那也是缓慢进行 在末端呢 保持五秒钟到八秒钟 然后缓缓地放下 这算一次 那么 也是十次为一组 一般呢 做三到五组 还有一种呢 就是 做一个 体肿的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 提高 抬高这个足根 我们抬高足根的 这个动作 这样的话呢 可以练这个 小腿三头肌 小腿三头肌 练这个 小腿三头肌 这个动作 那么 一般情况下呢 在一开始训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两个脚 两个脚 慢慢地抬起来 保持五秒钟 八秒钟 然后呢 一次 十次为一组 一般的三到五组 当我们 有一定的 小腿有一定的力量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 单腿负重 抓稳了以后 以背 然后呢 慢慢地这样抬起来 这样抬起来 这个链的力度呢 更大 更大 当然要注意安全第一 这个动作呢 也是 十次为一组 一般呢 三到五组 来完成 这四个动作呢 对我们膝关节的 周围肌群的训练呢 是相当有益的 所以也是在 基本上 在不负重的情况下 来进行的 所以呢 对我们的膝关节的 损伤呢 是比较小的 当然呢 如果 方便的情况下 游泳也是锻炼的一种办法 嗯 好 谢谢马教授 跟着我们来 我们请出墨教授 和我们介绍一下 怎样去帮家里的老人家 进行按摩 有请墨教授 现在我在这里 教一套可以缓解室关节痛的 自我按摩的手法 这一套手法呢 分六个步骤 第一个手法呢 就是 互抱喪失 抱着七浪哥 自己去游 游它一至两分钟 使得七浪哥周围呢 可以发生的 烈烈地 烈烈地 没错了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用胸心掌 可以拍打自己的室关节 周围的肌肉 左左右右 前前后后 都可以做的 就是互相拍打 就是拍打 一至两分钟 一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就是用五个手指 去游按这个斌骨 不断后面 就是膝头膏是吧 膝头膏 没错了 七浪哥 不断地去做一个游按的动作 这样又是 感觉到 这个七浪哥周围 有点痛痛的 是正常的吗 我觉得很正常的 正常人都会有点酸痛 因为有很多时候 人去支撑的时候 会有点疲劳 想不想要不酸痛 没有感觉 但相对而言 如果有室关节炎的朋友 这个痛觉就更加明显了 如果在我们这样做 这些动作的过程中 发现某个特别痛点的话 就可以单独去按 用这个拇指的指端 捉住那个痛点 就是这样可以震行一个按压 按压的时候 就是按压穴位 因为中医的动作来说 痛点就是一个穴位 所以按压的时候 按压放松 再按压 最放松 又是按压十次左右 第四个动作就是推崩骨 这个推崩骨就是左右 用拇指和食指 去左右推崩骨 使你的崩骨有增加活动度 或者或者上下这样去推崩骨 也可以上下左右这样去推崩骨 大陆的动作就是 假如后面 七六高后面的肌肉有些酸痛的 我们可以用四个手指并拢 做一个弹拔的动作 可以自己弹拔一下 后面的肌肉 那些肌群 甚至用两个拇指 去按住痛点 自己去按压 这样通过 刚才这几个动作 反复震行 大概在10至15分钟 这个室关节的疼痛 就可以在这里缓解了作用 祖医生,这次邀请来的这对黄金组合 很厉害 从头到尾,帮我们完成 是,内容非常丰富 包括自己的自身按摩和帮助按摩 是,如果大家觉得 刚刚按摩的手法看不真,不要紧 可以按照我们的广视网 3个www.gztv.com 来点击收看 健康100分,健康生活更分分 下期再见 再见 癌痣中有三个口 可见饮食和癌症的关系 有多密切 下个星期,我们将请来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楼医院 大外科主任 卫场肿楼外科主任 营养科主任 刘海英教授 来告诉我们 哪些癌症是吃出来的 平时吃什么食物 又可以预防癌症 内容精彩,不用错过